公主爱上平民 不惜放弃皇室头衔 也要与大学时代恋人结婚 乍听之下就是经典的皇室浪漫 爱情故事 但许多日本民众似乎不这么认为 日本公内厅昨天正式宣布了 现任天皇的弟弟的大女儿 也就是秋小宫文人亲王 跟季子妃的长女真子公主 跟未婚夫小世归的婚训 以及相关的细节 记者会上还表示 真子公主因为这起婚事饱受舆论批评 经医生诊断 已经患有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就是PTSD的一种啦 这段婚事不止准驸马爷 被公众骂到臭头 小两口婚后就要远赴美国生活 但被不少人比喻为日版哈梅 珍贵烈是怎么会被看衰成这个样子的呢 大家好 我是饭奇飞 欢迎收看饭奇飞的特地看世界 这个月底23号 就要过30岁深圳的真子 在2012年 就读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时候 就认识了同龄大学同学小世归 两个人坠入勤网 这位准驸马爷 大学时代曾经当选 湘南江之岛观光代言人 海王子 外形斯文 笑容阳光 小狼口交往5年多之后 2017年公开宣布订婚 一开始大家觉得 小世虽然是个庶民啊 但感觉蛮上进的 还行 没想到婚训公布之后呢 男方家黑历史就被狗仔翻了出来 知名的八卦杂志周刊文春曾经报导 小世归的母亲向前男友 借了400多万日币 用来支付生活费 以及小世的学费 还迟迟不跟前男友结婚 就是为了要诈领王夫 也就是小世父亲的遗族年金 小世本人还被爆料 求学阶段曾经霸凌好友长达两年 过去在派对上跟女性的合照 也被挖了出来 准驸马爷形象一溪荡倒谷底 两人的婚事也宣告延期 结果2018年的8月 小世就直接飞到美国 进入佛顿大学的法学院就读 直到今年的9月27号 才重返日本 准备要迎娶公主 小世在周一下午的3点半左右 就抵达了东京成田机场 身穿西装 但没有打领带 发型就变成了马尾头 让许多人大感意外 小世现身之后 向现场大约170名的媒体记者鞠躬打招呼 但是没有停下脚步受访 就直奔母亲家隔离 大概是没东西好报吧 他的马尾发型就被媒体写到翻过去 影片照片都在网路上疯传 海王子黑化成浪人 还有年轻人故意模仿他绑马尾 快步往前走 影片在TikTok上面就爆红 华专人邮报就报道 许多日本人认为 发型整齐是一种尊重社会规范的表现 因此会对小世这种奔放的发型 感到不满意 尤其他又是驸马爷 除了他头发 不少人也批评他肢体女言 比如说把手插口袋 或是直接无视记者的提问 但华友也说 这些批评影片 才超过几乎到了网路霸凌的地步 今晚舆论就是彻底嫌弃小世龟 认为他配不上真子公主 但公主就是非他不嫁 甚至甘愿放弃嫁妆 根据日本1947年实行的皇室典范 公主如果下嫁平民 就会失去皇族身份 真子将成为日本史上第三位放弃头衔 跟平民结婚的皇室成员 而且万一离婚 真子也无法回到皇室 为了避免让小世再被外界批评吃软饭 真子还自愿放弃相当于嫁妆的一时机 根据皇室经济法 真子成为平民之后 皇室要付给他一笔款项 日文就叫做一时金 是用来维持女性皇室成员 婚后的尊严跟生活品质 来源就是纳税人的钱 按照职务计算 真子最多可以获得1亿5250万日元 但他为了爱选择放弃这笔巨款 将成为日本战后第一位不领嫁妆的皇族 爱与公众的压力 宫内厅也决定要取消传统的正式婚礼仪式 将让真子成为日本史上第一位 没有举办婚礼的女性皇室成员 有外媒就指出 今年5月从法学院拿到博士学位的小世归 已经顺利在美国纽约一间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 婚后真子也要爱相随 刚刚辞掉了东京大学博物馆研究员的真子 婚后应该也会继续工作 目前已经有画廊看中真子的学历跟人脉 计划要招聘他 这样看起来真子婚后没有头鞋 没有钱还离家1万公里远 真的是梭花了 不少外媒就指出 这根本就是日本的梅托 也就是英国哈利王子 跟太太梅根脱离王室的翻版 曾任美日电讯炮 东京之旅长 现为自由记者的乔伊斯 就在日本的新闻周刊上撰文 比较了真规跟哈梅 他说英国的皇室 如果跟不适合的对象结婚 皇室就会在他们完婚之后 把他们赶到国外 让他们成为背弃国民 令人失望透顶的前王室成员 像是爱德华巴士 就娶了美国人外加里过婚的华丽斯辛普森 就自愿放弃王位 搬到法国过完余生 而哈利王子也是在 娶了梅根之后就搬到美国 乔伊斯认为真子表明要放弃一时金 就是在模仿英国皇室的逃脱剧 像是哈利王子就必须要用私有财产 来付清自家的改装费用 不过日本皇室 比英国皇室改人改的更彻底 真子婚后不像爱德华巴士或是哈利王子 还有爵位封号 真子什么头衔都没有 日本做法真的蛮绝的 日本一家小报也认为 两对夫妇情况类似 当初哈梅的维安费成为国际焦点 而真子公主搬到美国之后 谁又来为她的安全买单呢 日本可能不得不要求美国的政府 提供维安协助 但这笔钱是不是又会落到 日本纳税的头上呢 也有记者开玩笑说 等不及看真规接受欧普拉的专访了 不过真子即将退出皇室 又再次引发人们对皇室凋零的担忧 以及对皇位继承跟婚姻规则 是不是过于严格的质疑 日本皇室从1990年代后期 开始出现继承人危机 因为名人天皇的孙子全是女儿 这种局面一直到2006年 幽人亲王诞生才有所缓解 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 日本政府已经在演你一项计划 让女性皇室成员就算嫁给平民 也可以保住他们的头衔 否则皇室的人丁只会越来越担保 未来真子的弟弟幽人亲王继位之后 放眼望去 恐怕没有手足可以帮忙他 回到真子 那公主苦等4年能换来社会大众支持吗 有 但也只多了4个百分点而已 朝日新闻旗下的网络媒体 在本月22号到28号就进行了一个网络民调 这是可以多次回答的 结果发现2000多名填打者当中 只有5%的民众祝福真归婚 高达91%的人没有想要恭喜他们的意思 这书记看起来很惨烈啊 但其实已经比4月之后的调查好多了 当时只有1%的人说乐见真归婚 高达97%的人说不乐见 有知识者认为万一真子错过这门婚事 这辈子恐怕嫁不出去了 也有人说他们越是不被祝福 我越想帮他们加油 还有人担忧 跟一个三年都没有见过灭人结婚 你难道不担心吗 看到这里实在觉得童话故事都是骗人的 真子又不是自己选择要当公主 只是不小心诞生在皇室 但不止举手投足都要被放大解释 连结婚还得让每个国民都点头 日本公主也太难当了吧 不管最后怎么样发展 还是祝福他们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在这里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导 翻写媒的St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瞄懂世界大事 明天是凯莉人物发达近 我们周一见